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金融市政千头万绪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三位市议员 带大家来关心剖析我们的市政建设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仁爱区市议员 佟梓伟同一座 大家好我是佟梓伟 梓伟好 第二位是我们暖暖区市议员林敏勋 小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敏勋 敏勋好 第三位是我们中山区市议员张炳钧 小军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张炳钧 炳钧好 你知道吗 三位一座在关怀我们的弱势方面 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现在又带大家来看看 就是帮助无家者脱贫返家 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你快来看看 强力水珠一冲 原本长满青苔 会让师生滑倒摔跤的地板 顿时变得清洁干净 是知名作家林立青先生 成立的游喜公司 这个团队聘请弱势者 成就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 更可以回馈社会 其实是在疫情之后看到说 无家者皆有他们其实没有工作 工作机会很少 重新谋职的时候 其实也受到比较多的困 那我们就想说 能不能带他们做一点其他的事 重建自新 让社会可以接纳 让他们有收入 团队清洗西门红楼 蒙角教会等地后 前进基隆校园 第一站来到成功国中 这些朋友做了整整的一天 到了晚上六点多了 他们才收工 那我在看夜自习的时候 他们还把所有的工具收好 很有秩序的 离开了校园 洗干净的地板和楼梯 换来一新 令师生很感恩 也让长期关心成功国中的 市议员同姿卫相当感动 我觉得是一个 有很多层的示范意义 当然给街友机会 让他们有自力更生 重生的机会 第二个是让我们的学校 也获得一个干净的楼梯 再来就是有很多教育的意义 所以昨天我在学校 也看到很多学生 来跟林立青作家 来签名或者是访问 访问他的经验 我想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典范 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多的学生 或是未来更多的街友 可以受惠于这样子的状态 然后让他变成一个很好的循环 有师生主动制作感谢卡 感谢劳力付出的工作人员 及赞助活动的扇心认识 从基隆成功国中出发 后续还会前往多间学校 希望从台湾最北的基隆开始 带领落实者洗出自信 回归社会 进而回馈社会 这可以看到这个企业 还有我们的社福及学校 就是共创共赢的局面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子委 其实在这方面 还有很多的量力 是后续还有发展 那个林立青作家 其实在基隆 我们接下来也安排了一个 相关的座谈会 来跟我们社会处 还有教育处 来做一个对谈 我们希望接下来的安排是 有节奏 有顺序 然后也可以涵盖 我们所有的学校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 有正面意义的一个 这个事情 当然它是一个商业机制 可是我们作家 林立青想出来 让我们的无家者 或者街友 来重新步入一个社会工作的机会 他们让他们有一个自力更生 所以我当初看到的时候 相当感动的原因就是 你给他们鱼吃 不如给他们吊肝 然后也看到街友重新 重获自信的那个眼神 所以我随着他们去了成功国中 还有民传国中 民传国中是我 也是自掏腰包 让街友们来这个工作 来洗那个楼梯 大家都知道说我们长期 金融市的校园资源 尤其在清洁这块是相对不足的 所以我们可能也许我们十年前 盖了一个很漂亮的楼梯 因为大部分我们的国中都在山区 基本上都会有爬一段路的这个阶梯 大部分的国中都在 然后所以它的阶梯如果长久以来 就会有这个青苔 或者是很脏 其实它没有坏掉 它只是看起来很脏 因为长期没有人负责来清理 因为学校是负责学校里面 那都是学校外面的阶梯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刚好 林立青她想出来了 她说她可以来做 请街友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意外的收获是 这些街友居然都被学生给接纳 他们可以在休息的时间 跟学生也打成一片 所以我看到街友们 或者是吴家者的自信的衍生 其实我就觉得说 哇 林立青想到这个点子 真的太感动 所以我们决定接下来 我们在基隆市 帮林立青作家来 媒合相关的企业 然后来让我们的吴家者 跟这个学校做对谈 看哪些学校有需要 那我们让企业 跟大家一起做媒合 也就是学校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就有资源可以到位 然后让林立青带着 吴家者来打扫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期待说 因为他现在带的街友是万华那边带来的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的社会处来讲一些正面的意义 然后也邀请社会处看看能不能跟我这边也让社会处跟林立青做媒合 就是我们社会处的街友的吴家者的名单只要是OK的他们有意愿愿意的我们也让他希望基隆的吴家者也可以回到社会 其实皆有分三类 皆有他们在政府机关里面分三类 第一种是可能精神上比较有一些需要协助的 那个可能不一定适合 第二种是他可能是 失智 不是那个忘记的是 失智的这种 那个我们希望说他可以回到社会 这种人我们可以优先的来采纳 所以他也许只是在跟家庭中间有一些失合等等的 很多吴家者其实经过历青的转述 就非常多的因素 所以我们只要把某一些类型的可以适合让他重新回到社会的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座谈 所以我们大概座谈是办在八月底 这个座谈希望把不管是媒合企业跟这个 吴家者中间的资源 然后我们也希望基隆的街友也可以跟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多元性的 然后对社会都展示正面意义的 而且重点是这样子 重点是我们学校的相关的这些阶梯或是需要被打扫的地方 其实打扫后真的患然一新 比较安全 相对安全 尤其是我们像我们民传国中成功国中 已经打扫好了这两间学校 其实我也去了建德国中看 每一间学校你有没有发现斜坡都很长 楼梯都很多 那楼梯说真的其实有点脏 然后也危险 说真的危险 你打扫完以后整个好像都是新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案子有多元的社会意义 然后也可以让社会的底层重新被看见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是非常积极在协助这一块 就是每一盒相关的资源 因为我们全市毕竟还是有蛮多学校的 我们不可能每一所都自讨腰包 那我们尽力去每一盒相关的资源 去这个做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是为了 看看他的效果如何 真的是意外的收获 真的是 街友的表现 真的让我出乎意料 而且他们会有自信的跟学生聊天 分享他们打扫的经验 甚至也有他们来教我说我怎么打扫 我甚至在民传公共那场 我也参与了他们的这个协助他们的工作 因为我想学习 就是其实那有点困难 那个需要一点 高压喷枪吗 那个喷枪其实需要一点技巧 不是这样乱弄乱弄就可以 然后重点 他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地步 就是有非常大的社会企业来赞助 这些无家者皆有那个冲洗车 所以他们现在出动 是有车子可以做的 货车 然后也可以载这些打扫器具 然后也有很多社会企业 看到他们的这个努力 希望可以给皆有未来的目标是 让他们有房子可以住 让他们有能力去租房子 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 是让他们一个一个重回到社会里面 这样解决了很多问题 解决很多问题 他们从西门地的红楼开始 打扫器嘛 然后慢慢的被看见 现在我觉得有几个街友 虽然他们跟丽清的互动蛮特别的 结果是他 像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分享 林丽清找了第一个街友来打扫 然后他忽然间就不见了 很难控制 他跟你说打扫几点到几点 可是你找不到人喔 就是他为什么 他今天赚了一点点钱 他去要谢谢林丽清 他去买了一杯咖啡来给林丽清喝 可是他不会沟通 因为他们长期就是跟社会脱节 他想要表达他的善意 然后对林丽清就会造成困扰说 奇怪 我不是叫你打扫吗 你怎么跑掉了 其实他只是去 save 买咖啡给他喝 这有很多小故事在里面 就是说 我觉得 看你怎么定义无家者 无家者 其实他们有很多人只是被社会给遗弃 如果我们愿意接纳他 或是跟他们一起来努力 我觉得他们都可以有回到社会的机会 和重新被看见的可能 是 这就是社会的永续之道 不管是在企业或者是帮助这个无家者 都是一个善的循环 那当然要解决在地问题 让在地可以永续发展 带你来看看暖暖区的问题 长期以来暖暖区老街这边都很少有停车位 所以停车是他们很大的头痛 不过在我们市议员林敏勋的努力下 解决咯 快来看看 原本是杂草丛生 环境脏乱缺乏管理的地点 经过规划整理摇升一变 成为干净明亮整齐卫生的停车场 由于暖暖区暖暖街缺乏停车场及停车隔 停车大不易 机动市议员林敏勋积极协调民间 在通往暖暖区公所的水源桥下 披荐有152个小型汽车停车位的停车场 短期内希望改善暖暖街的停车问题 那我们再经过协调经过不断的找寻 那总算是找到在我们那个暖暖水源桥下的一块 已经荒废了很久 那荒烟漫草的一块土地 那我们找到了地主 那也与他来做一个协调 那也后来也跟这个我们的行政部门 来做一个整个我们办理的会刊 然后现场做一个调整 那后来也协助他们来做申请 那好不容易再花了一阵的功夫 大概一年的时间左右 那总算把这块土地把它来做一个活化 那整理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停车空间 那未来这一块 会是一个我们暖暖区的民众 再回来家之后 有一个可以很安心很舒适的一个停车空间 那如果未来我们这个暖暖的 办举办的活动 那像包含比如说清水剂的部分 会吸引到大量的车潮的时候 人潮跟车潮来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停车空间 可以不会造成我们整个那街上 这个停车的压力 那跟整个交通的这个拥塞 那这边也是还是要感谢地主 愿意把它这个这块地 把它做一个整理 不过李敏峻也强调 长期还是希望改建暖暖区公所 新建新的暖暖区行政大楼 一并规划停车位 中长期我们这边还是会持续来推动 我们暖暖区行政大楼 来做一个整体的改建 那包含旁边的市场用地 整个来做一个联合的开发 那挖地下的停车场 然后来让整个真的暖暖街上 整个全部的停车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那让我们这个居民的生活的品质 可以再一次提升 水渊桥下的停车场 是利用私人土地披荐而成 包括停车格以及车号辨识系统 和路灯以及监视器等等 都已经设置完成 近期内即将对外正式启用 有了停车位 大以后车子就不会乱提 也解决了很多交通问题 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敏讯 听说这一段过程非常的不容易 是 那个跟小薰那个也跟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报告 光这个停车场 其实我们大概光协调办理会开 然后到整个健庇完成 大概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那因为这个暖暖区的长期以来 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是 应该已经是一二十年的老问题 那包含 其实不止暖暖整个基隆市都是这个问题 那在暖暖街会特别严重 尤其是我们暖暖相对基隆开发的早 那早期的建物的规划里面 并没有停车场的这个观念 那所以会造成说 现在目前整个区公所周边 整个暖暖区的市中心区里面 其实找不到 很难找到一个合法的停车位 那包含每次我们要去暖暖街上 不管是办公 不管是办理业务 其实都包含民众回家之后 其实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停车空间 如果你是旧的大楼的部分 一定都是没有位置可以停 那这个在我那时候 我在竞选市议员的时候 其实我提出来一个增见 就是说希望可以在暖暖这边来做一个 提出一个短中长期的一个停车空间的规划 那原本目前的短期的规划 其实我是真的想不出来 我们那时候其实提出来的中长期 其实是这个暖暖区行政大楼的改建 然后开发地下停车场 那短期之间 其实真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腹地 那后来后来我们就是千辛万苦去找寻 然后去不断的做沟通 去做了解跟盘点整个周边的土地 你要去问地主是谁 地主是谁 因为其实很多地方 其实地主是好几个 甚至有些已经分割到很多 很多人根本就找不回来 所以在土地的这个转移 其实都会有遇到相对的一个困难 那后来我们不迟辛劳 找了很久之后 被我们发现在一块 我们水源桥下 就是在我们那个暖暖心的垂球场旁边 有一块他原本就是荒烟漫草 然后已经炸草重生 然后有时候 因为他旁边紧银的林房 其实那一排的林房 都跟我们讲说 有时候都会有一些蛇啊 跑进去家里面 那那块我们就想说 这块地我们来查查看 是什么地 后来一查是农地 那但他农地是可以做临时的这个 入外停车场的申请 那我们就找了相关市府相关的单位 那包含把地主也找来 那询问他的这个 建闭的这个意愿 然后跟整体整个规划 那经过我刚才讲的一年多的时间 才总算把这个整个事情 那个尘埃落定 然后把它建闭出 总共有152格的行车空间 那这个是可以短期 短期期间里面 可以马上来解决 疏解我们这个暖暖区停车空间 压力不足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是短期的部分 那中长期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 暖暖区的行政大楼可以做一个改建 那这个在下一段的节目 我也会再特别把它提出来 那短期这个152 虽然说他离这个 是暖暖街中心 其实有一小段 然后大家要经过 你要爬上来 经过一个水源桥 步行大概要五到十分钟左右 那但是至少 我们有一个合法的停车空间 而不是说每次因为 其实现在就变成是警方的执法 跟民众的这个停车 都有时候会有相冲突 那甚至造成那个警民的一个对立 跟一个冲突 那我们是觉得说 之前我们乱接 其实是没有停车空间 所以警察在执法上 其实也是非常的困扰 因为检局者检举 或是说街道通报 必须要做这个执法 排除这个停车 微停的部分 但是民众真的回到家 下班之后 又没有合法的停车空间 可以去做停放 那真的是开也不是 不开也不是 那就是真的很困扰 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地 那我们希望说 因为这个土地是私人的土地 当然所以说 当然是要有这个 使用者付费的一个观念 那我们找出来 那当然他的那个 我们也会去协调这个 营运的单位 就是说这个 停车的这个 每个月的月租 一定就是要 跟我们 一般的市价差不多 甚至我觉得应该更低 来鼓励 来回馈我们那样的乡亲 这个是我们会去 来努力跟之后的 这个营运单位来做协调 那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 停车空间出来 可以暂时解决我们那个民众回家 找不到停车格的这个 没有一个合法停车格的这个压力 因为一张单开下去900块 我今天的钱 今天的工作就白做了 对 那你看如果一个月是一千五到两千 其实你看一个月两张单 你大概就可以每天回来很安心 很安心的停在这个停车 合法停车空间 也是有管理的这个停车空间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我们的观念 慢慢要来做一个改变 有这个使用者付费的观念 那就是我们之后 这个是短期的 那中长期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那希望说可以解决 这个暖暖区 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那也不止暖暖 其实我们在整个 整个暖暖区 不止这种暖暖区里面 就是包含过港 包含巴督 包含地内 其实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都是一直存在 那我们现在也都已经拟定了 这个相关的计划 那包含这个地内 惠民兴村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港湖公司就已经规划 要把它建立成临时路外停车场 那但是因为后续 这个文化部有收到这个文资審议的保存的这个检举信函 那所以说我们经过一年 也是一年的时间 这个文资審议的文资保存 已经审议出来了 那结果是不予通过 那所以说我后来在七月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我就立刻跟港湖公司联系 那想要了解说 那港湖公司是不是还有这个计划 因为怕说经过一年 不知道这个计划 还有没有想要继续来做执行 那港湖公司这边回复是说 他们还是会将惠民兴村 来做拆除 那暂时做临时路外的停车场 那包含后面 或后续惠民兴村的整个整体的发展 我们也会继续来探讨 但是临时先 先把他临时做路外停车场 先暂时舒缓 我们这个地内地区的这个停车空间不足 那过港的部分 其实也正在进行 那我们那个已经请市政府财政处 其实已经在盘点 我们关于市有关于公有的 闲置的眷舍跟闲置的土地 那其实过港有一片 因为以前都是公交区 以前都是也是比较早开发地区 所以有一些目前已经闲置的空间 其实财政处已经盘点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也是说 请财政处规划之后 我们要执行 把旧的眷舍来做拆除 那也是增加这个停车空间 那甚至我们在过港 我们之前也会看过 我们希望说可以来做选定为这个本市 我们金融市第二的伸脏洗车中心 做那个庇护场所跟 那个教育训练的一个基地 让这个就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有一个可以自力更生的一个 场所场域 不然我们现在只有安乐去一个地方 其实有点不够 那我们第二的伸脏洗车中心 我们希望设置在暖暖过港这个地方 这也是我们会来努力的地方 那最后在巴独地区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目前这个捷运会 第一阶段会到巴独 那巴独周边盘点 以前最破络的整个地方 巴中里 巴独里 巴南 巴西 这整个区块以前 其实越早发展的地方 都是越早坡路的地方 所以说巴独其实也是 目前是相对于整个暖暖区里面 相对发展比较停滞的一个空间 那希望藉由捷运的 到基隆的第一阶段会到巴独 那现在目前其实市府 也在做整个周边土地的盘点 那我们希望他最后可以做这个 朝向与TOD这个 大众运输导向都市发展的规划 我们希望他盘点出来 目前整个巴独地区 就是整个铁路用地 跟火车站周边这个土地 来做盘整之后 我们希望说 也是规划 一样是停车空间 那不只规划停车空间 我们希望还有这个 汽机车的转程空间 还有公车客运的转运站 因为其实那个地方的 那个转运的 其实动线有点混乱 那包含那个 巴独火车站前 最多民众关系 这个回转的问题 其实也是非常严重 那我们说 希望做这个TOD的 这个规划的时候 可以一并来做盘整 那停车空间 一并来做思考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整个暖野区的 这个停车压力 可以藉由这几个大的 这个计划 跟我们目前正在朝向的 目标跟进行 希望说可以来 慢慢来疏解 那达到整个 大家可以安心停车 然后有一个 很好的停车空间 跟环境 有好的停车位 真的是让回家 有地方停车 是一件很安心的事情 那当然 就会带动地方的幸福感 也解决了很多交通问题 而同样的要有幸福感就是 你出发你的 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要非常的顺畅 一块来看看 在中山区 我们的1813D 又加开班次了 金融市第四条快捷公车 1813D中山快捷公车 在今年3月初通车后 因为碰到疫情高峰 搭车人数一度下降 不过近期因为疫情趋缓 上下班尖锋时刻 还出现接近满车的情况 在立法委员蔡世英协调下 公路总局方面 已经同意经营的国防客运 7月起在平日再增加 往返8班次 总班次也从50班次增加到58班次 方便通勤通学民众搭乘 1813D是金融市的第四条快捷公车 也是世英跟右上市长 攜手所争取的 那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有许多的快捷公车 都面临减班的问题 在疫情趋缓之后 世英也接到许多民众的反应 希望能够尽速的恢复 所以世英日前 也跟1813D的快捷公车业者 沟通正班的问题 那很高兴他们在这个礼拜开始 就决定按照世英的要求 来推动正班 也让基隆市民在搭乘的时候 更加的方便 除了中山快捷公车 蔡世英表示将继续争取 其他路线的基隆快捷公车 也能适时征班 提升基隆的大众运输量能 针对近期台铁因为疫情 而减少往返基隆火车站班次 蔡世英也积极沟通 获得台铁方面回应表示 当疫情趋缓 员工能附和所有工作时 将紧速恢复征班 台铁的部分是大家最关心的 那世英其实已经不止一次 在跟台铁沟通 台铁也表达 当疫情趋缓 他们的员工能够负担 所有的工作的时候 将会尽速的达到征班 这个部分 世英会拒绝的努力 来督促一起推动 真的是个好消息 因为这样就解决了 我们这个通勤主的压力 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秉均 他在争取中山快捷这一方面 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及用心 我们来听听 其实为什么会再次提到 我们1813D中山快捷公车 因为其实秉均当时 应该说参选司议员 并顺利当选之后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想要来去推动 我们西岸的观光发展 然后希望把比如说 白铃铃炮台 秋石山灯塔 万木山 甚至佛手动仙动眼 然后把它串联起来 作为一个西岸的文化观光南带 但后来我才发现到 应该说如果我们本身没有办法吸引到人 应该说我们这个西岸南带 他需要非常大的经费 再加上目前其实我们中山区 以相对来讲的话 他算是比较弱势的区域 也比较少人愿意来到我们中山区 所以我后来我才想一想 我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对我们中山区 未来的发展是好的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 如果把交通问题先解决掉 先让我们中山区的人 可以顺利很快速的直达到台北市 未来也会有很多的外来外线市的游客 可以搭着我们的快捷公车 来到我们中山区来这边观光 所以那时候我大概有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然后再努力促成我们的1813D快捷公车 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 其实中山区的第四条快捷公车 是要到南港 那时候其实你要说一股撒劲也好 或者是我曾经因为也是在台北上班 所以我知道怎么样的快捷公车 是对我们中山区居民是最需要的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跑去国光客运 拜访了他们陈其胜董事长 然后来去跟他分析 来去跟他们说明 怎么样这班快捷公车 是可以赚钱的 因为我们其实客运业者最怕就是 他开了这条路线之后 没有人搭乘 没有人搭乘亏钱 减班甚至会要停死 那当时第四条快捷公车 因为要到南港 没有人愿意接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 这条一定亏钱 所以那时候我算是 直接跑去找他们董事长 然后来去跟他们协调 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包含跟台北市 包含跟公路总局 包含也是透过蔡世林立委 来去协调的情况下 在我们今年的3月3号 顺利的开通了这条快捷公车 那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是 一天大概48个班次 然后以箱子的方式来去乱乱看 到底说民众搭乘的意愿性如何 那当然一开始也收到很多冷嘲热讽 一开始有人觉得说这条路线 不见得会赚钱等等 但我觉得以我自己 曾经是通勤族的想法来讲 我觉得这条一定是会符合我们中山区 所有通勤族要的路线 那后来一开始确实48个班次 本来一开始还有人吐槽我说 你这个路线可能两三个月就会倒了 但后来其实这人数 搭乘人数是不断不断的增加 从刚开始500 600 700 800 到现在一天平均都有超过1000人以上的搭乘 那随着我们中山区对交通的权益 班次的需求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我们从一开始48个班次 然后后来增加再增加两个班次变50 后来也有再增加两个班次52 后来也有再透过菜市应 来我们共同协调的情况下 又增加了八个班次 然后最后面 现在其实我们中山区会计公车 已经达到了六十个班次 而且现在持续的还在争取更多的班次 因为有一些是下班回来的时候会客满 有一些可能在上班的时间 他们的肩 因为大概都二十分钟二十分钟一班 但那基本上那四班都是客满 所以我们现在也还在协调 是不是可以在其中间的部分 再增加个班次 他可以更符合我们中山区 这些所有通勤组的需要 那其实我们也不只增加班次 这部分 包含其实我特意跑到台北市 那有到台北市的亭套站 现场会堪 那我们有发生到 比如说最搭乘人数最多的 比如说怀申国中 比如说中校敦化 甚至台北公园 因为那边并没有我们1813D快捷公车等候线 那我们也透过我们台北市的 减速培议员 然后跟丙居这边 我们最近也在共同来去跟台北市来争取 到时候也要画等候线 让大家可以比较方便上车 因为有时候车子一来 没有那个等候线之后 大家就插对 那其实很多迷你 大家都一直在反应这个问题 那尤其是我在我们中山区是 非常重视我们的交通的权益 包含像我们大庆大城 其实一天 他有为我们的上班族 每天有三个班次 6点15 7点半 7点45 那之前包含有寒暑 可能会停死的问题 那秉均其实都一直一直 在帮我们大庆大城 大干领地区 来去解决我们交通的问题 那其实因为这个班次 我们说1813D快捷公车 有一个比较缺点的地方 他没有经过我们和庆里 中和里 因为中和庆里跟中和里 大概是占了我们中山区 大概将近两成的人口 最大社区基本上都在那边 那这两个社区 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 我好像有点被排除在外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协调 另外一个科音业者 未来也有可能会从我们大干领地区 那边做起始站 然后在这番车 然后沿着比如说复兴路 文化路 中华路 然后再打直的要到台北 但这个还在计划中 研议中 这个东西就卖 容许我卖个小关子 那如果有好的消息的话 到时候也会随时随时的 来去跟各位来去做报告 那我相信其实我们在交通这部分 只要把它打通之后 他就像是一个任督二脉被打通了 交通的权益只要先顾好之后 未来我们要推动我们中山区的 任何的建设跟发展 我相信他都会相当相当的顺利 对 真的就是把交通先顾好 接下来就是非常的发展繁荣 而说到发展繁荣 为了就是我们的后代子孙着想了 我们的学生权益 他们在学校的受教权 以及他们所运用的设备跟硬体设备方面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职位 艺座非常的用心 一块来看看在仁爱国小 他们的舞蹈教室翻新的精彩画面 指导老师几鼓下解拍 协助学生完成各种拉筋软身动作 这是基隆士仁爱国小舞蹈教室 明亮吸引的环境及宽阔的练习空间 很获老师及学生好评 直说练舞更加开心 这个教室变得比较明亮 然后跳舞的时候会变得比较开心 现在的教室比以前的镜子还要大 然后把杆也比较多 会跳起来比较舒适 不会那么的急 以前我们的镜子中间有把杆 所以小孩照身体看动作的时候会被截断 然后因为像我们把那个中间固定的把杆拆除以后 学生可以非常准确的照到全身 然后肌肉上的运用都会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高度的变化 因为像我们有些道具会抛 然后因为之前的天花板比较低 所以我们可能会卡到 现在的空间高度都拉起来 所以小孩可以很自在的发挥 两个小孩在舞蹈班总共也待了八年 然后从以前一刚开始到现在的改变 真的是很不一样 空气流通也变得明亮 主要是地板 本身是仁爱国小毕业的金融市议员同志委回忆 两年前受邀参加舞蹈班期末舞会活动时 发现舞蹈教师地板老舅已不服专业教学使用 因此特别协助向教育处反应争取改善经费 希望陪伴孩子在表演艺术道路上继续追逐梦想 从民国八十年舞蹈之优班开始 仁爱国小的舞蹈教师就没有更新过 所以那时候我实际参与了他们的活动以后 感受到很多小朋友说那个地板已经不服使用需求 包含靶 靶靶本来是固定的 现在改成活动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镜面也是全面的 所以符合我们现在专业的训练需求 校方表示仁爱国小舞蹈教师 自舞蹈之优班成立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更新 这次主要针对原有舞蹈教师老旧地板 及被把肝阻碍视线的镜面墙进行改善 我们主要是在地板的部分做了更新 那也把地垫换成了白色 让整个教室比较明亮一点 还有最主要的就是在镜子的部分 我们原本没有避开柱子 所以镜子有不连续的状况 那这一次改变以后 让学生在舞蹈的时候 对于自己动作的掌握的精准度 可以表现得更好 那对于他们舞蹈的学习呢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据了解 两间舞蹈教室 共编列了六百万改善经费 为了配合学生排练舞蹈 目前先完成三楼的舞蹈教室整修 如果招标顺利 四楼的舞蹈教室 预计九月进场施工 供期约三个月 这可以看到就是要扎根未来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 引下未来的新希望 我们要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职位 其实在老旧校舍部分 他花了很多的心力在这快琢磨 好 其实在这几年呢 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心力 还有争取相关很多的资源 在我们仁爱区的各个学校 那仁爱区因为各个学校 因为仁爱区开发最早 所以我们相对来说 我们的学校也都是很早期就有 相对设施也都逐年的老旧 像仁爱国小是百年 今年应该是已经130年左右了吧 将近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 他就已经百年校庆了 而且舞蹈班 又是仁爱国小 一直以来非常悠久的历史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特色 我们舞蹈班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出去比赛 基本上都会得名 所以都在全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然后也变成我们的 仁爱国小的一个招牌 可是他从民国80年开始 有舞蹈直幼班开始 他那个舞蹈教室的设备 就那么多年 当然就老旧 那当初其实这是一个小故事 就是当年的两三年前 509班 509班的一个小女生 写了一张邀请卡卡片给我 说希望我可以参加她们的舞会 小女生手写的喔 不是用电脑打 我看到我好感动 我就想说 一个班的舞会我也去参加 我就想说 因为她自己来邀请我的 那我就觉得我就去 结果去了以后就好巧不巧 老师 我跟他们的主任一起玩的两人三角 在那个踩舞蹈地板 就是有一些陷下去的感觉 跌倒 是没有跌倒 但那个地板的感觉 就确实是真的很旧 而且我们 他们练舞起来是危险的 对 会有那种陷下去的感觉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设计 我去跳两人三角 开玩笑 但就是有这个过程 然后我就看了他们的舞会 我又觉得说 这我们长期以来的招牌 我们的设施居然是这么的老旧 然后那时候他们重点是 他们的那个 可能那个时代的背景需求不同 他们的那个 刚刚新闻画面也有讲 镜面是没有连贯的 但中间都有柱子挡住 然后横的也有柱子挡住 然后把杆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 舞蹈教室的更新中 非常重视学生的反馈 跟老师的需求 也就是他们要特别要求的镜面 把杆要改成活动 因为现在可能 比较多元的舞蹈姿势 比较多的跳舞的方式 所以他们把杆不要固定 然后镜面要连贯 我才注意到说 哇 其实很多 才艺都是有非常多的小细节 那包含冷气要更新嘛 循环散 然后还有投影机 有时候要看看别人的影片 然后又符合 我们现在可以视讯教学 所以其实一间舞蹈教室的设备 非常的 其实非常的多 然后那个地板是重点 因为我们这地板一铺 可能又要用20年 所以这个选材上面 我们是特别要求 教育处一定要精挑细选 不一定说是要最好 但是是要耐用 然后符合需求 所以在整个工程的期程 其实拉满场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可以给学生一个 比较好的环境 那我那天去 后来去看他们这个上课 其实说真的 小朋友给我的反馈都非常好 虽然说那一年的509班 他现在已经读国中了 他可能没有使用到 因为整个到经费 争取的过程到完工 他现在可能国二吧 应该是国二 但他的弟弟妹妹 也会去回用 也希望以后他 小朋友还可以继续来使用 所以其实我还想邀请他回来 跟这些学弟妹妹们跳舞 来给我们看看 让我们再让我们参加舞会 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新的舞蹈教室的这个感觉 就像我们之前做成功国小音乐班的琴房一样 我们希望把每一间学校的特色都展现出来 尤其在这个少子化的年代 我们学生人数少 所以每一间学校的招生 都会有一定的压力 除了市中心的明星学校以外 所以我们希望这些学校 每一间学校都可以展现出自己的特色 把我们的才艺班也好等等 我们特别的一些风格展现出来 让家长去选择学校的时候 你有更大的亮点 就像音乐班 还有我们现在舞蹈班 包含我们现在男龙国小 我们男龙国小特别重视体育的环境 所以我们也争取了一个操场的重新来整理 所以未来都会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我们的学校资源 然后如果有相关的社会资源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努力 对 这就是扎根基础 让我们的孩子有非常好的基础设备来用 那改善老旧校舍的设施 除了在校舍部分外 其实刚才讲到的暖暖区行政大楼也是 女讯一座她在担任市议员一开始 她就在市议会提出 你快来看看 暖暖街上要画停车阁 地方上的反弹声音还是很大 所以我这边有提出一些 短中长期的一些 让我们市府来做建议 那刚才短期是像我们出场所讲的 因为短期我真的是想不出来 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空白在那边 那中期的部分是说 现在目前暖暖校航分队 要迁移至我们的暖暖运动公园 那目前这个暖暖派书所 我建议它可以迁到我们 那个校航分队的原址 那腾出那个 因为后面它还有一些 那个宿舍群 它可以来腾出这个空间 来新建这个停车塔 那长期的部分 就是我这次质询的重点 就是我们暖暖去行政中心 原址改建 那配合周边的市场 预地用地的征收 那做共同开发 做多功能目标的大楼使用 那这个金额是比较庞大一点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那这个我们会尽力的来 往这个方向来努力 来促成 谢谢 只要这个行政中心改建可以完成 那相信我们暖暖人 会永远怀念我们林佑昌林市长的德政 真的 这是暖暖人心中的梦想 我刚才说的短期 那时候四年前说 我空白在那边 其实它刚刚已经戒绝了 我们现在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米讯 是 那感谢小军 那真的是那时候是 我一直要记得 说这个暖暖行政大楼 其实在我参选 在还没到典之前 其实我在参选的时候 很多只要在拜访的民众 他都跟我讲说 这个是他们觉得暖暖区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项建设 所以这也是我很落实 我很重要的一个 我在选举提出来的政见 那这个是这个问题 刚才大家在影片上看到的这个质询 这个是我担任市议员 刚选完的 第一个总师 总质询的会期 的第一个问题 问市长 我就是问他这个问题 我就说暖暖区行政大楼 是否能够改建 那配合这个周边 因为我们除了区公所原本的机关用地之外 旁边还有这个一些市场的预定用地 虽然说那也是私人土地 那既然有市场预定用地 那我们暖暖区 暖暖街上 其实长期也缺乏一个公有的市场 所以我们希望说 配合旁边的市场用地 来做一个机关用地 一并整并 然后可能做一个联合的这个多工人的大楼 那所以我在咨询里面 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搜寻 那个YouTube里面的这个咨询的影片 在第一支影片里面 其实当初我有提出来说 其实这个不只是我们提出来的 其实在台北市 其实已经有那个区公所已经是这样做 像比如说台北市的这个大同行政大楼 大同区公所 其他就是一二楼是做市场的那个用地使用 上面开始做办公 那我们那时候是甚至是规划说 其实如果基地面积够大 融基够大的话 其实也甚至可以来做里面活动中心 甚至是国民众中心的这个设置 那这个这个都必须要经过这个整个审议的评估 那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我第一个问题 问完市长之后 那我们就不断努力 希望说可以来促成这件事情 那包含说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水源桥下的停车空间 我们都是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去做长期的规划 然后长期的会刊评估 然后整个到最后完成 其实都需要时间来做努力 但是我们希望说可以藉由这个水源桥下停车场 让大家看到说水源桥下 以前大家都说那个不可能做 都很多都会建议说那个地方可以做 可是并没有人去把它做执行 那很开心是在我担任议员之后 可以把那个地方做落实出来之后 那我们希望说藉由这个让民众有信心 说我们去暖染区的行政大 其实也可以来做 那也跟各位好朋友报告 尤其是暖染区的朋友报告 我们暖染区的这个行政大了 我们区公所行政中心 其实是目前我们整个基隆市 七区里面最老最旧的一个行政中心 我们的那个建完之后使用 是在民国七十三年 那时候我也还没出生 七十三年 民国七十三年 已经将近要四十年的时间了 那你看现在周边 其实每一个区公所 其实都已经改建改成新的 包含那个我们仁爱区公所 从智慧议员这边的仁爱区公所 包含我旁边秉均议员的中泛区公所 包含信义区公所 包含那个中正信义仁爱 然后七堵安乐 其实安乐是旧的 但是安乐其实没有 旁边还有附属的停车空间 除了安乐之外 其余的五个行政中心 其实都已经改建成新的行政大楼了 那安乐区是因为它旁边就是长庚 那旁边也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停车场 其实他们空间 停车空间也是其实也是足够 不敢说一定足够 但是其实至少 比来到我们暖暖是一格都没有 我讲的不夸张 如果你来暖暖区行政大楼办公 或是旁边的护证事务所 你是一格停车位都没有 我没有乱讲 是一格都没有 包含之前上次 对 包含之前上次市长来 他的车也是停在那个 我们其中央前面那个红线上 还被民众检举 所以说我们这个停车空间 确实是非常急迫 要来解决 那行政大楼我们是最老最久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 赶快来做这个规划 那包含因为我们的护证事务在隔壁 然后暖暖区域卫生所 其实在下两条巷子 其实都没有整并起来 那包含我们的派出所 其实大家都分散在各地 民众如果要去办理业务 其实都要分散的去 其实不是那么的友善 那又没有停车空间 可能我去办个业务出来 一张罚蛋900块 又接到900块的红单 那真的会很气 真的会很生气 所以说我们还是说 这个行政大楼的改建 是要已经刻不容缓 非常急迫 那所以说那个市长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区公所 在那个民政处的这个 经费编列上 其实有编了一条 三百六十万的规划经费 那预计在今年来做执行 所以说这个是 最后执行的这个整个内容 其实也是我下一次 在总职群里面 会整对的重点 我就说那你去行政大楼 现在目前你规划 就是包含旁边的市场用力 市场用力的整病 然后整个每个 我刚才讲的护证事务所 卫生所整个整病的这个规划内容 包含那个 它可以盖多高 容积多少 这个都是在这一次 有三百六十万的这个 可行性评估的 规划报告里面 应该要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会来紧追 那希望说我们可以早日 来完成这个 那去的行政大楼的改建 让民众在办理各项业务的时候 因为区公所 其实跟我们是其实相关 那包含旁边的护证事务所 卫生所 都是我们民众的日常 民众会去到办理 业务办理公务的这个地方 那它的这个整个舒适度 整个服务的品质 一定要大大的提升 所以说这是我们 非常关心也非常重要 这是我在参选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件一项政见 所以我希望说 可以在下一个四年 来完成这件事情 那让大家有信心 可以让我们整个暖暖区的生活品质 可以来做一个提升 然后整个让大家可以 在我们暖暖 真的感受到满满的温暖 对就是要感受满满的温暖 所以呢把这个我们的区公所 所有的功能通通整合起来 那就是要打造永续 而说到永续 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环境 还有我们的公共安全 一块来看看我们的秉均 还有我们的海星游 对打捞外木山的浮木及垃圾 早上六点不到海星游泳协会成员 和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就陆续到外木山海星游泳协会 一带的海域一起打捞漂流木和垃圾 总共打捞起预估有1500到2000公斤 左右重的漂流木和垃圾 避免来这里细水和游泳的民众 被割伤的意外情况发生 也减少海洋的污染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再加上夏天到来 这个海域充满细水游泳的人潮 不过因为漂流木和垃圾 多影响民众安全 市议员张炳君特地号召 海星游泳协会成员一起打捞 不过因为漂流木 涉及法令问题不能随便带走 因此只能够伤请基隆市环保局 协助运走处理 你知道在后疫情时代 真的需要有这样的运动空间 而这个永续环境 我们看到炳君真的非常的用心 一块来快来听听秉均 他如何来打造我们的环境 壮大我们的观光资源 那其实我们的万木山观光海域 曾经也是票选十大魅力海岸的冠军 那其实他更是我们中山区 最可以吸引到所有的 不管是我们自己本市的游客 或者是家长带的小朋友们 甚至有外来的游客 他们都愿意来到我们万木山海域 来这边欣赏我们的无敌海景 那其实我们万木山其实相当相当的漂亮 可是其实因为它毕竟它是天然的海域 其实常常会有一些扶石或扶木 可能受到气压的影响漂流到我们这边来 那当时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很多民众在讨论到这个问题 那该怎么解决 那也很多人去游泳的时候 那有被扶木来去割伤 所以当时我就是跟我们海星协会 我们来讨论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那也感谢到我们海星协会 这些所有的志工大哥大姐们 他们也愿意协助秉军 然后我们当天就是来做一个 近海的活动 那他们就是穿着泳衣直接下海岸 然后把漂流在海岸上的那些扶木 慢慢的打捞打捞起来 当然我们同时也在把它集结捞上岸之后 到时候再请环保局一并的带走 因为扶木这个东西不能随便把它带走 这是有违法的问题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们把它全部打捞之后 然后再交由环保局来去协助轻载 那当时也让很多的游客 游客相当相当的开心 那因为其实万木山是我一直非常重视的一个 观光的发展的议题 那包含说我这阵子我也在跟我们台电 协议发电厂这边争取了四百万的预算 那他是针对我们万木山 其实有油草的一个围墙 全长大概超过一公里左右 那他大概有超过十年以上 都没有在做彩绘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到万木山 你在看我们的漂亮的海景的时候 你往后一看 怎么一些的墙壁 油漆斑骨 生锈 腐蚀 那当时我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不断不断的在说服我们协议发电厂 那也感谢我们协议发电厂 最后面愿意提拨了四百万的经费 然后来对这个全长一公里左右的围墙 重新做彩绘 那现在其实所有的 不管是我们本地的居民也好 或者是外来游客也好 到达万木山的时候 你一下去你就会看到 哇 变得相当相当的美 有时候搭配的夕阳 所以我上上礼拜的时候才说 来到万木山吹吹海风 看看这缤纷亮丽的围墙 再配上一杯啤酒 但开车不喝酒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那秉均其实也有不断不断 在针对我们万木山的发展 在做一个有效的争取跟串联 包含我们就是说 我们也在争取的我们单车步道的拓宽 然后我们希望也持续的到串联到我们万里那边 未来可以把它成为一个我们单车步道的海岸线 其实这也可以很吸引到 不管是很多游客 愿意来到我们金融市观光 包含我们最近其实也一直讨论到了一个海星平台 那最早的时候 他确实是由我们的民间团体 自行搭建的一个平台 可是后来因为我们市政府有在那边办长泳活动 所以他把它铺成一个水泥 那现在很多游客都会带着小朋友到那边游泳 然后或是包含我自己也是 我都会在那边市场游泳 可是因为他毕竟他可能是属于一个民间 有点算是违贱 所以他最近的一些栏杆的部分 其实是腐蚀生锈 甚至有断裂 包含他的支撑架 都开始有一些腐蚀的问题 那民众其实常常都在反映 这个平台 我们看到围墙那么漂亮 单车步道也拖宽 那为什么海星平台没有做好 当然这部分的话也是感谢我们不管是金融市政府 林众昌市长或蔡世英立委 那我们其实都有积极的不管跟台电也好 跟北关处也好 我们都有在讨论一个方向 未来会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海体 以合法的方式 未来会提供给我们所有 勇客 勇客来到万木山的时候 他可以在这个海体上面 看到我们无敌的海景 包含像万木山的有些厕所开放的问题 那平均像这阵子也跟我们产伐出来去协调 然后也把本来是八点才开放的厕所 那提早到六点 那也是说也方便不管是勇客或勇客 来到我们万木山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 解决到一些生理的需求 我们就是想打造万木山成为一个友善的观光环境 然后也吸引到更多的人 愿意来到我们金融市观光 中山区真的超美的 不但有山有海 那当然在平均的努力之下 可以看到这个环境永续发展 也是以下我们的观光很大的资源 剩下最后九分钟 我们请三位异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要做哪些事 我们先请自卫 我想我们仁爱区是商业繁盛的市中心 也是我们基隆开发最早区 所以我们每一个区域都有不同的特色 跟接下来的发展方式 我们仁爱区就是因为它过去腹地比较小 开发的早 所以我们现在陆陆续续在整理相关的环境 包含我们之前争取到的地下道的更新 这个地下道的更新 我想对基隆人市民来说 都会有非常有深刻的记忆 我们现在努力在仁爱区打造一个步行城市 也就是整个仁爱区 接下来只要用15分钟都可以把它走完 不管你未来从车站下车 还是邮轮下船 透过国门广场的连结 邮轮广场的连结 跟我们庙口市中心 我们希望透过步道可以把接下来未来 可以把基隆庙口 然后仁爱市场 委托行 所有的商圈连结在一起 你就不需要 而且是一个友善行人的空间 所谓的步行城市就是友善行人 那不管你是老若妇孺 长辈小孩 都方便行走 这是我们未来在仁爱区 要打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然后我们仁爱区 因为它也缺少腹地 所以过去的这个公园设施相对的较少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绿色的东西较少 因为你也没有太多可以休闲的空间 所以我们陆陆续续会在老旧的社区中间 找到一些比如说废弃的宿舍啊 或是废弃的空间或是没有规划到的一些空白空间 我们会把它整理成一些相关的休闲或游戏的设施 不然我们在一些邻里上面的一些公园 我们陆陆续续都在整建 最最近我们完成的一个育人公园 我们接下来在柔名船路的虹桥里 也会做一个游乐设施 让小朋友可以有一个游戏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爱山路南農路口 我们接下来会争取步道 我们今年已经争取到3000万 在南農路做人形空间吗 南農路大家应该都会有印象 没有人形到 因为过去在规划南農路的时候 那个时代是没有车型的时代 南農路的发展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有了车子以后缺少了一个人形空间 所以我们现在今年会陆陆续续的把它完成 一段一段做起来 在爱山南農路口 我们也会把它整理成一个小公园 未来一段一段的来做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仁爱区崭新的未来 仁爱区是过去承载了基隆人共同的记忆 我们希望就像我们希望之兄刚开工一样 未来仁爱区也是基隆人的希望 真的令人期待这个步行程式 那我们暖暖区呢 我们要请就民讯 那因为时间关心 剩最后三分钟 那我就来讲讲我们那个 目前暖暖区 我们说民众最关心的整个路平 那尤其是这个东市街 目前被这段称为是暖暖区的淘金路 大家都说地下是不是有黄金 一直挖一直挖 那因为东市街是在前年就已经核定这个 道路品质提升计划 那在去年开始执行 原定在今年的中上旬要完成 那在五月的时候 其实各管线的这个单位在做清整 包含这个自来水公司 中华电信 污水下水道 然后台电的缆线 整个下地工程 都在做进行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段路这段道路一直挖 然后每个礼拜每周挖 那但是因为不只是 其实路坪不是只是把路整个把它弄成平整 因为我们是整个道路 環境的品质的计划要提升 那包含人本的环境的空间 然后整体道路的这个平整 然后包含各管线的这个清整完毕的雷达定位 因为以前我们其实道路 包含自来水等等的管线 其实没有定位这么的落实 那所以很容易说这边破管那边破管 或是说紧急要抢修 所以道路会临时性的一直在开挖 那所以说我们这次就是包含这个 整个东四街的这个道路品质 把它全部管线做重整之后 那因为卡原本其实五月就要完成 那卡在那个台电 下地工程的那个期间没有配合上 所以拖到现在 其实我们已经忍受三个月 我们服务处已经电话 其实都被打爆 然后讯息真的都被被传爆 那在这边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在东四街 八月会来整个做完成 那不只整个东四街的道路要重铺 因为其实我刚才讲的 道路品质不是只把路铺好 包含人本环境 其实你整体都要去考量 雷达定位 然后整个环境的提升 其实都要去做考量 才能让这个路品的这个时间可以延长 那现在这个品质计划 道路品质提升计划已经完成了 那未来我们远远路 南海区的各主要道路 远远路 八堵路 过港路 其实都已经得到这个西部规划设计的经费 都已经在规划设计当中 那明年就会陆陆续续 来做全体的改造 包含就是道路铺品 这是基本要求 人行环境 人行步行空间的这个篡结 友善的人本环境 那包含台电的电感下地 然后那个染线地下化 这个都会来做一次的做一个同整 跟清整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道路品质还给我们所有民众 就是行的安全 那我们会努力来推这个路品的这个专案 是这就是我们的人本交通令人期待 那我们的中山区呢 我们请教秉均 那其实我们中山区有很多很大的议题 当然比如说秉均这边有协助 我们美之国地区还有富都新城 都有在做高地供水的问题 因为我们中山区其实自来水管 其实长期都大概超过三四十年 他是老旧水管 那因为老旧水管他常有漏水的问题 那还好我们行政院 这边有提出一个高地供水方案 就是政府补助你百分之八十 另外二十趟由我们社区自行去承担 那后来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曲绝 舒缓掉他们这些庞大的经费 那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当我们水管太旧换新的时候 第一个我可以喝到干净安全的水 我再也不会喝到 可能有点黄黄生锈的水 第二个其实在我们水管重新把它换新的时候 再也没有漏水问题 没有漏水的问题 就不会有道路透空的问题 就不会有常常像敏薰刚刚提到 好像不断不断的路面在开挖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除了我们富都新城 美之国这部分已经有协助这社区签约开始要动工 还有最近还有一直在协助 比如说大清大成 比如说喜事 我们都希望把我们中山区很多有高地供水的问题 然后一次性的解决 藉由我们行政院提供的高地供水方案 然后让大家不但可以喝到干净的水 然后同时也提供个平整的路面 那未来的话也可以让我们行得安全 包含像我们其实我也有一直在争取我们居住环境变得更的顺畅 比如说我最近也争取到我们复兴路 我们有差不多全长大概将近两公里的电线杆地下化 那其实电线杆地下化之后 包含我们同步也把我们的那边的有一个叫德安路口的后生亭 因为他也是我们1813T的后车站 那我们把它也同步的拓宽 那现在整个拓宽然后人行道做出来之后 其实附近的居民都相当相当开心 因为我们老旧的社区其实大家都知道 电线杆一大堆 电线一大堆 整个视野也好 或者是整个会有压迫感也好 其实大家生活起来都会比较没有那么开心 但现在整个把它的道路拓宽 路面重新铺整电线杆地下化 人行道做出来之后 大家会觉得说我好像来到一个很漂亮的社区 很漂亮的公园 包括我们也协助了说我们德安路口 德安交易道下去的路口本来是双线道 现在我们把它拓宽成三线道 这也是为了避免说未来交通 拥塞的问题出现 那其实我们一而再再三 都有一直再去努力这部分 包括像我刚刚提到的快捷公车 包括像我还有讲到说 我们在努力串延的万木山的发展 那未来的话可能我们除了万木山做好之后 还有秉均一直在争取的我们中山特色公园 他也会在今年暑假的时候顺利动工完成 那其实他会让我们整个中山区的居民 有感交通帮你处理好 民生帮你处理好了 甚至我们居住环境 居住品质也帮你处理好了 但其实秉均这边还有更多更多想做的 想要为我们中山区来去努力 来去打拼 有很多的高低供水问题 路面的问题 停车的问题 还有相当相当多的问题 也希望大家继续给我这个四年 让我来继续为中山区打拼 是真的很令人期待 那我们的敏薰 是不是还有一句话 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做最后的补充 我觉得 我做最后的补充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我刚才所提的这个 我们那区各主要道路的路平 我一定会强力的来做监督 因为我目前 道路环境品质提升计划 都已经计划 计划的经费都已经争取到 那预计明年度 都会开始来做施作 那我们暖暖区的民众 长期冷售 这个路面不平的这个 我们配合这个道路 品质提升计划的工程 所以我们忍受很久的 这个道路崎岖 然后跟危险性 那在道路整平之后 我这边也跟我们 所有市民来做允诺 我一定会强力的来监督 我们市政府 有关于这个道路品质 因为它完工之后 其实它是比照示范道路 两年内不得再进行开挖 这个我是很坚持 我们民众配合你们 这么久了 忍受这个崎岖不平的道路 那么久了 如果你做好之后 你再任意的重复开挖 我们一定会强力的监督市政府 这是我要引诺我们所有好朋友的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异作 让我们看到基隆会越来越好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